你们要干什么反了不成 严嬷嬷在宫中 想必也听过我们 九川美食会的名号 今天请您来 就是想让您品尝一下 我们的菜品 我是不会吃你们的东西的 快放我离开 否则我上告内务厅 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您要是不把这些吃完了 我就让您兜着走 你敢 你猜我敢不敢 妈妈说吃下去 便可以离开 若是不吃呢 我们只能按着你的头吃了 你们还想按我的头 我警告你们 若非要如此 你们就是杀了我 我也不会吃 嬷嬷的细节 当真令人佩服 你什么意思 嬷嬷如果现在想走的话 随时可以走 但是如果嬷嬷愿意留下来 帮忙品鉴一下 酒楼的菜色 那我们会很感激的 食材 我们未必摸摸吃饭 摸摸心里肯定也很不舒服 可见 没有人 愿意被逼着做一件事情 即使是吃饭 也得心甘情愿 才能品尝出 这其中的美味 来 摸摸 现在 您愿意一同吃饭吗 吃就吃 亮你们也不敢给我下毒 嗯 这里有四味酱料 摸摸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 跟这些餐点进行搭配 是才吓唬摸摸 十分抱歉 摸摸是良善之人 我们也有打听过 您至今未能出宫 是因为当年 你把唯一能出宫的名额 让给了 与你一同进宫的侍女 摸摸当年愿同情他人 现如今为何 却不愿意接受 内月学堂变革 若是能迈出这第一步 也许可以改变公规 也许 再也不会有人 重演摸摸的过去